北约你在欧洲部署更多可携核弹的F-35战机 据美国防务新闻网站当地时间14日报道 北约和政策局局长考克斯近日表示 北约计划在欧洲部署更多可携带核弹的F-35战机 据知名智库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估计 目前北约国家德国、比利时、荷兰、意大利和土耳其 共存有100多枚美方部署的核武器 然而,用于携带核弹的F-16和德国战机正在老化 因此,北约成员国倾向采购F-35战机替代现有战机携带核弹 考克斯表示,北约期望部署更多的F-35 并将其纳入北约的规划和演习 到21世纪20年代末,大多数北约成员国都将拥有F-35 F-35战机具有更强的防空和导弹防御系统突防能力 能够提高北约的作战能力 德国已表示计划购买30多架F-35战机 对此,俄罗斯方面回应说 北约进一步扩张将无助于欧洲安全 俄方对此绝不会无动于衷 将被迫采取对等措施 包括重新部署军队及核威慑力量 自20世纪60年代起 美国就在欧洲部署了核武器 俄罗斯将美国部署在欧洲的核武器视为冷战迷雾 曾多次呼吁美国将其清除 北约一直采取核共享政策 也就是由拥核国家在若干其他国家境内 存放部署一些核武器 并在适当的条件下允许其使用 从而使这些非核国家也具备执行核作战的能力 很多国家认为 北约的核共享政策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规定核力量高度不透明 加剧核扩散与核冲突风险 5月12日 芬兰总统 总理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支持芬兰申请加入北约 并尽快将有关决定提交议会批准 瑞典执政党社会民主党也在近日宣称 将于5月15日就该国是否申请加入北约做出决定 北欧中立国匆匆寻求入约 看似是俄乌冲突的连锁反应 实则是北约挑动对抗 鼓吹新冷战的最新战略 芬兰 瑞典申请入约 标示着两国外交政策发生重大变化 也彻底改变了两国过去数十年的安全及国防政策立场 二战后 芬兰与苏联签订苏芬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要求双方不加入任何旨在反对另一方的安全联盟 长期以来芬兰始终维持中立外交政策 瑞典于1834年首度宣布中立立场 冷战期间 该国奉行和平部结盟 战争中立政策 从未寻求加入北约 可近年来 两个中立国的外交平衡一度被打破 2021年12月 芬兰宣布采购数十架美国F35战斗机 总价值接近94亿美元 过去几年 北约成员国部队在瑞典参加军演 如同家常便饭 如今 芬兰总统 总理明确表态入约 瑞典外交大臣直言跟进 两国入约之路 虽仍需经历一系列复杂外交努力 部分北约成员国表态尚不明朗 但鉴于美国大力多受北约及军事同盟理念 多个成员国已明确表示支持 芬兰 瑞典地缘位置特殊 经济体量可观 在非传统安全议题上 具备相当的规范性力量 两国一旦入约 将对欧洲安全秩序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 对俄罗斯来说 北约再度扩张 也将进一步压缩其生存空间 芬兰与俄罗斯边界线长约1300公里 芬兰 瑞典恶守波罗的海出海口 一旦两国入约 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 将直接暴露于北约打击范围内 该国西北唯一出海口的安全不仅不保 就连北极航线也将面临北约围堵 再加上美国近年来 加速推进乌克兰入约 俄罗斯黑海舰队出海要到 俄罗斯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或将加剧